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晚上好呀 不熱不熱 熱啥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其實這兩天雖然是在隔離 但是也挺忙的 因為從下午開始就要 一直開會啊 然後 也有準備 也不是有準備吧 也是無聊然後和成員們一起視頻 對 可能會開得多了 腦子有點轉不過來了 所以就也沒有 開直播來找你們 嗯 我頭髮也是愛心的形狀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也是 絕了 得了一位然後 直播上線 一起唱 我覺得真的 太有才了我們 嗯 今天啥主題 今天 今天沒啥主題啊 然後其實 前幾天 前幾天 嗯 發了一個那個 你愛我我愛你嘛 其實我只是想逗你們 開心一下 沒想到 沒想到 竟然那麼多人看 我就無聊 然後我就想 就是之前有直播嘛 然後看見你們有給我發了一個 那個一直在下面發 然後我就 最近就也沒事幹嘛 就一直上網 然後看了看 然後發現你們有給我們剪輯一個 也給我剪輯一個那個嘛 我說哦那我發一個我的粉絲估計應該會挺喜歡的 然後我就這 我自己就在這個地方 我就 就弄完之後我這一發 結果比我回歸熱度還大 哎我就覺得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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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啊 這個 回歸 你本來那麼帥氣的樣子 結果 變成了 這樣 這樣就有點 讓我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去面對你們 對 所以 所以 所以沒有啥所以 就 就其實也挺開心的 然後 就感覺這疫情期間也可以 換一個 換另一種方式給你們帶來 啊 幸福的時間或者開心的時間 我覺得 也是值得的 如果你們不開心的話 估計那條我就直接就給刪掉了 嗯 但我發現是我有史以來點擊量最高的一條 所以我覺得 嗯 嗯 就放它放著吧 嗯 嗯 然後 然後我跟我工作人員 就是 也有打電話嘛 就為了以後的 行程之類 然後他們突然跟我說 他說 他說 他說明浩你這東北話怎麼越來越 嚴重了 怎麼比以前 東北話這個味道還重了 然後我好好想了一下 我發現可能 我也有兩年沒有回去了嘛 身邊 除了俊輝 講中文 就每天跟我爸我媽打電話 可能因為跟我爸我媽打電話 打得太多了 我這東北口音就又回來了 哎 我這 這這 嗯 順其自然吧 我覺得我現在 也不 也不強求啥了 這什麼標準化啥呢 反正 該說啥就會說 但我發現我 這還是 受我爸我媽的影響 嗯 口音又回來了 不容易啊 這經過了三四年的事件才回來 聽點啥呢 聽點啥呢 嗯 嗯剛才有聽俊輝的歌 你們有聽沒 剛聽完俊輝唱 新發了 沒有聽的各位去聽一聽啊 嗯 算了吧 想陪你們聊天 哦 這首歌我覺得好好聽 把你看不出我很愛他 怎麼明明像愛的兩個人 怎麼又卻還分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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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 這首歌 就是特別的悲傷 前幾天自己在家 然後聽 正好外面下雨 然後聽完就心裡就莫名的就很悲傷 你知道吧 我特別喜歡下雨 我希望每天都下雨 我覺得下雨的時候就是很舒服 就可能天氣會潮濕一點吧 但是 但是 就是下雨的那種氛圍呀 還有雨的聲音呀 還有空氣的 味道呀 就特別喜歡讀書 然後也特別喜歡 自己一個人 呆著發 就是 呆著發呆呀 或者 反正就是很很喜歡雨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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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傷 腳傷就癢著呢唄 這種傷也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好的 所以你們也別擔心 擔心也沒有用 關鍵是 沒有用 沒有用 啊 讀書的話其實 我想向大家推薦一本書 當下的力量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這本書 呃 有看了 一半多 前一陣看了很多 然後最近沒有時間 然後 現在又拿起來 又開始看 其實這本書的話 挺難的 但是真的和我 呃 和我的想法 挺像的 對 所以就特 我覺得 這本書不是特別 推薦 給你們看 但我覺得你們可以 買一本留著 當你們需要的時候 我覺得就 自然而然的會去讀這本書吧 對 當下的力量 真的會 讀這個書 真的會讓你 當下的力量變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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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買的禮物 我以後會有機會告訴你們的 不要著急啊 可以期待一下 嗯 嗯 唉 我怕掉了所有的吧 之前还是蓝色呢 掉了 稍微有点银色的感觉 嗯 隔离快乐吗 其实没有什么快乐不快乐的 就是该隔离吗 那就得隔离啊 还好 哎呀 在线交冥想 冥想的话我觉得等以后吧 我现在还没到位呢 我得慢慢来 懂了 倒行不够 你说得对 分享刚才书的段落 好 那我看一下 啊 哎我觉得这个只分享一个段落的话太难理解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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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皮膚也是比以前好太多了 电影推荐 电影 电影的话我觉得 你们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各大的电影节 那个颁奖的电影可以多看一看 别发疯了好吗孩子 但是这个发疯那也是我对吧 我也不是为了发疯而发疯 他就当下他就疯了 没有疯我哪有疯 没疯 嗯 我觉得就是当下的我一个状态 就 就是 嗯 一个状态而已 你说疯就疯 没事 纪录片 最近有看一个纪录片 就是一个章鱼 一个小的章鱼 然后一个电影师 不是 一个那个记录师 然后他在那个海下一直 和那个章鱼 变成了朋友 然后最后章鱼也死掉 就是有那样的一个记录片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不是章鱼哥 我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没有化妆 我在家我化什么妆呀 美颜 这是美颜的力量 但是其实现在就不美颜 皮肤也是挺好的 怎么不化妆就不愿意看了 不过不好看的时候 我也不愿意看我自己 不过最近感觉还挺好看的 在线化妆 我家里哪有化妆品呀 没有化妆的化妆品 都是去美容室去化 自信一点 我现在可自信了 会化妆吗 不会 但是我觉得 我做什么我都可以 可以做一下 所以但是化妆的话 虽然不会化 但估计 化的话就会化上 没有口红 今天干嘛了 今天就是 开会 一直在开会 今天有点懒惰 今天真的是睡了一个懒觉 然后吃完饭 又睡了一会 感觉浑浑噩噩的一天也是不错的 那没有必要每天都勤奋 对吧 最近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 最近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 哇哇的发带 就在旁边 我给你们带一下 哎呀 感觉这个发带陪伴我好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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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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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 考虑一下 我是考虑一下 我没说给你们吃播 我只是考虑一下 没有答应你们 螺丝粉的话 你们去找文俊辉吧 我够呛 弄个双眼皮 算了吧 直播吃烤冷面 哪有烤冷面 你以为是我家呀 你以为是 东北海城呀 哪有烤冷面 喝酒 喝酒的话 考虑一下 喝酒 和俊辉连麦 哦 我觉得现在只要她的话 她有可能在打游戏中 不好打扰 我之前 我下次跟她事前商量一下 我考虑一下 也让她考虑一下 嗯 俊辉现在也是 嗯 她也挺喜欢喝红酒 可以跟她 不可以喝呀 为啥呢 烧酒 我个人不怎么喝烧酒 我就只喝 威士忌或者是 红的 红酒或者是 白 不是白酒 白葡萄酒 会进播吧 啊 我不耍酒 酒 她就不会进播吧 好 啤酒 啤酒的话 好喝是好喝 但是太容易饱了 我不耍酒疯 我是很理智的 我觉得 我是很喜欢酒 但是 我觉得酒是没有坏的 我觉得酒都是很好的 但是你喝完酒管理不了自己的话 那才是坏的 对吧 酒 没有任何问题 有问题的是你 不是你 我说的是 懂我的意思了吧 谁骂你了 谁骂了 不能跳女团舞 我记得之前有答应过你们 我现在反悔了 我不跳了 不跳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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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啥呢 因为 因为 因为我的实力还不够 这种 我需要继续加强加强自己 吧 我需要继续加强加强自己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觉像掉入了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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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像掉入了小海中 感觉像掉入了大海中 好听 真好听 好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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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别走 如果你说你不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